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才两个月大 不仅仅是单亲妈妈辛苦 而且孩子才一点儿大 我就提出离婚 之后的日子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的 我听完所有人出于善意的劝说后 我都微笑致谢 庆幸我还能笑出来吧 不然我迟早被这两母子给折磨死 我和孙磊是通过交友软件认识的 她在城东 我在城西 聊了一个月 相谈甚欢 便约在市中心的万达广场见面 我都已经做好翻车的准备了 当初就是听她声音好听 这才印象不错 一直与她发语音聊天 可没想到孙磊这个人出乎我的意料 她身穿一个大白T 外面套了一个简单的牛仔外套 干干净净的样子 一点也不像是快要三十岁的男人 倒是我 小黑裙 高跟鞋 整得多么正式似的 一碰面我就笑了 早说嘛 我也穿个T恤 不 是我草率了 应该穿得正式一些 我们俩都是90年 他还比我大两个月 所以很多话都聊得来 我以为见面后会略显尴尬 但是见谈的他主动的找了很多投机的话题 不知不觉 我俩就聊了一个下午 他告诉我这是职业病 因为他是卖二手车的 陪客户看车的时候总不能冷场 所以 找话题这方面 他很擅长 有了网聊一个月的铺垫 再加上第一印象超出预料 所以 孙蕾在我这儿印象很不错 晚上吃完饭 他送我回家的时候 试探性的问了句 你看 我俩都单身 要不试一试 其实这个速度是我所能接受的 人家相亲认识两个月都能闪婚 我这一个月 怎么就不能确定恋爱关系 更何况 我和他在网聊的时候就很有好感 见面也是奔着谈恋爱去的 就这样 见面第一天 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恋爱三个月 我们就准备结婚 人人都说 我这是遇上真爱了 而那一刻 我也这么认为 先说说孙蕾的家庭吧 这一点 在下定决心之前 他就对我坦诚不公 全数交代 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父亲在他一岁的时候出轨跟人跑了 留下他妈妈一个人将他拉扯大 他知道妈妈很不容易 所以 相比同龄的我 他要成熟得多 事业也很成功 他家在本省的一个小县城里 县城里有他老房子 妈妈在里面住着 不过 他不打算回去 反而更想把他妈妈接过来 而我家和工作都在省会城市 他现在住的房子是他贷款 买的一套两居室 为的就是结婚用 我们也不准备再买房 就在他的两居室里 先把婚结了 日后有能力了再换大的 那个时候再把他妈妈接过来 也不迟 我爸妈也没什么意见 一听孙磊至今的事业 都是自己忙出来的 甚是满意 男人嘛 只要上进足矣 就这样我和孙磊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因为孙磊工作也挺忙的 所以我也只在回老家 白酒的时候 见过婆婆一次 他人挺好说话的 拉着我的手一直夸我 说孙磊眼光好 找了个这么好的儿媳 那时候我还暗中庆幸 自己遇到一个好婆婆 再加上她也只一个人 我也不用面对 婆家的七大姑八大姨 我知道婆婆养大孙磊不容易 所以我立志要做一个好儿媳 好好孝顺她 在我们结婚半年后 我怀孕了 孙磊别提有多高兴了 当时婆婆打来电话说 要照顾我 因为我觉得月份还小 别折腾老人家了 她来了 我可能还得照顾她 总不能一两个月的时候 就躺在家里 让婆婆伺候吧 但是孙磊告诉我 婆婆执意要来 她肯重视我肚子里的孩子 最后没办法 我们就把婆婆接了过来 给她收拾出一间屋子来 检查的时候 查出我孕童比较低 医生建议我在家休息 孙磊的收入很不错 我也是跟她商量 下决定辞职 等生完孩子 一切都稳定后 再去找个工作 就这样 孙磊在外上班 我和婆婆留在家里 婆婆对我很好 每天都会炖汤给我喝 说真的 我打心底里 把她当亲妈了 还给我妈打电话说 我的这个婆婆有多好 搞得我妈都有点吃醋了 有一天 我下楼取快递 刚准备上楼 就看到有几个阿姨 对我指指点点的 我在想 我也没做什么 得罪他们的事啊 说我做什么 出于好奇心 我假意坐了电梯上去 然后又从楼梯间下来 想听他们说什么 结果我震惊了 就刚刚上去的那个女的 磕不热脸了 霸占了孙姐儿子的房子 还把孙姐当老妈子使唤 这才怀孕多久啊 天天让孙姐给她炖汤喝 我咋听说 她是网上和孙姐儿子认识的 网上的女孩能是什么好东西 就是说 一听孙姐儿子挣得多 搬得不上了 还想在家当寿奶奶 顾及肚子中的孩子 我努力让自己不要生气 然后慢慢的走上电梯 回到家里 这一路上我就在想 这些话都是谁传出去的 包括我和孙蕾认识的事情 就怕有人笑话我们一把年纪搞网恋 一致对外说是相亲认识的 这怎么能说成这样 我一进门就看到婆婆端着乌鸡汤 从厨房走出来 笑嘻嘻的说 快来喝汤 刚做好 当时我就在想 清楚这些事的就只有婆婆了 难道是她说出去的 晚上的时候 我就把这件事告诉孙蕾了 孙蕾应酬完回家 倒头就睡 迷迷糊糊的说 老太太们 就爱倒这些是非 别理他们 我当时就在猜想 这是不是婆婆说的呢 可是 不应该啊 她对我那么好 怎么会呢 我怕情绪会影响到宝宝 所以 我几乎不怎么下楼 就怕气不过和他们理论起来 七八个月的时候 婆婆陪我做产检 回来的时候 我清清楚楚的 看到那几个说我坏话的阿姨 和婆婆亲切的打招呼 孙姐 又此后儿媳呢 婆婆笑笑 这不怀着孩子吗 我们当老人的 都照顾照顾 没什么 话是没有错 但是 联系到他们几个 看我的嘴脸 就有问题了 还有着冷嘲热讽的话语 我当时 后背直冒冷汗 难不成 婆婆在我面前装慈母 在外人面前卖惨 不应该吧 我一回家就问婆婆 是不是跟他们说我的事了 婆婆一脸无辜 就是家聊天的时候提起来过 你也知道 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 有时候买菜撞见 就聊两句 我想了想 很有可能是他们没事找事 把事情给说难听了 西瓜都能说成苹果 就是这些人的本事 然后我就劝婆婆 不要再和他们来往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 孙磊就质问我 你为什么不让我妈 跟院里的老太太们聊天 那会儿我正在给宝宝做胎教 一下子把我给问蒙了 我没说不让妈和他们聊天啊 就是这些老太太 嘴里没什么好话 不想让妈跟他们走太近 我觉得我的顾虑没有什么错 但是孙磊如此生气的样子 让我很震惊 就好像 我说的那些话 就是个恶媳妇一样 连婆婆交朋友的事情都管 从那天起我就坚信婆婆有鬼 果不其然 我生完孩子坐月子的时候 家里请来了一个月嫂 一个是因为我怕累着婆婆 还有一个是因为我怕婆婆不专业 所以我让孙磊给我请了个月嫂 照顾我跟儿子 有一天 月嫂一脸委屈的找我来辞职 这干得好好的 怎么就辞职了 我想了想 我平时对月嫂还很客气 她做得不错 我都决定最后 劫钱的时候 给她多发点的 月嫂告诉我说 院子里的老太太们 都说她是个骗子 也就做了几顿饭 一个月就要一万多 而且还说 我和月嫂联合起来 欺负婆婆 说这个月嫂 就是我家的亲戚 钱我们拿上 活还得让婆婆去做 我问月嫂 我婆婆都干啥了 她什么也没做 就是帮我洗了个菜 当时我不让她做 她偏要帮忙 对了 她还买过几次菜 那时候孩子一直哭 我让阿姨哄 我去买菜 但是她非要自己去买 那时我就明白了 结合之前的事情 我这个婆婆 就是个人前做好 人后找事的人 我安顿好月嫂的情绪 让她放宽心去做 晚上的时候 婆婆问我 有没有要洗的衣服 我告诉婆婆 妈 您别忙了 让阿姨去做吧 我都跟她说好了 月底给她多发钱 而且这钱 我娘家出 我说的话 又变味了 晚上孙女睡觉的时候 问我 为什么要怪 妈洗衣服洗得不好 我笑了反问她 我那句话 是在怪妈洗的衣服不好吗 妈说她好心过来给你洗衣服 你却不让 还说你掏钱过得月嫂 怪我不给你钱 让你们娘家看笑话 我是做好心理准备的 然后把月嫂听到的 以及我推测的一字不落的 告诉了孙磊 她的反应让我大吃一惊 都说了 就是院子里的人爱倒是非 我妈一个没文化的 一心就想照顾好你跟儿子 很多地方她可能不懂 但也是她的心意呀 人家都从老家过来伺候你了 你可有什么不满意的 月子里不能哭 也不能生气 我忍下来了 就等我出了月子 这个账我一定好好算 月子一出 月嫂迫不及待的结账走人 闹得我很不好意思 那时候我就开始做家务了 我不想再落人口舌 我们三个人吃完饭后 我准备去洗碗 婆婆争着要洗 你刚出月子 好好休息 我去洗 正好儿子哭了起来 我去房间里哄儿子 孙磊接到了客户的电话 说要出去 就这样 家里又剩下我和婆婆两人 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去厨房给老公准备夜宵 结果如何 真的让人恼火 我清清楚楚的看到 水池里锅碗瓢盆堆了一堆 也就是说 婆婆就是留给我的 我笑了 孙磊在的时候 做给儿子看 孙磊不在了 我就该自觉了 自那以后 我不会让婆婆做任何家务 他接连问了我很多回 有没有衣服要洗 我都冷冷的回答道 没有 我自己洗 不用麻烦了 事情的爆发 她就是第三次 我老公来找我谈话的时候 她质问我 为什么对婆婆那种态度 她要帮我洗衣服 我为何不给好脸 我问她 我和你网恋认识的 我就不是好女孩 我辞职在家备孕 就是不要脸 花你的钱 住你的房子 我请月嫂来照顾 就是布置那个价 浪费你的钱 我不让你妈洗衣服 就是我不给好脸 你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吗 因为你就没有把我妈当妻嘛 那你有没有问过她 当我是什么 她肯定当你是儿媳妇呀 那为什么从老家赶过来照顾你 我给孙磊丢过去一个视频 那是我偷偷在厨房安的 视频中清清楚楚的能看到 婆婆是如何将碗丢进水池 又是如何让他们放了一夜 而我又是如何自己过来洗干净的 我看着孙磊笑道 你妈养大你是不容易 所以你妈所有的表演 你都会去捧 对吗 为什么我说什么你都不屑 就因为你妈不容易吗 最后我抱着儿子回了娘家 就在我儿子两个月的时候 我跟孙磊提出了离婚 家和才能万事兴 婆媳之间 老公真的很重要 她上这样的婆婆 我宁可做一辈子的单亲妈妈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